詞曲 李宗盛 《I Glifies》 各位童心,現在開始香港和大家參加多 各位童心,這節課由我們的李咒雨,李獎之中 我們帶來演講給大家掌聲歡迎,謝謝 謝謝大家,大家好 好 我到時候 我現在剛開始講會講 南北極龍雪跟台灣澎湖分離關稅領域 對於我們台灣國際地位的一些 互為表裡的關係 可以了嗎 好像沒有亮 旁邊這裡我開了 好 下一頁 好 先下一頁好了 點這個北極龍兵 北極海的 大家先看北極海的龍兵 大家先看這個跟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我認為有點關係 這是北極海 北極龍兵 大家看這個就好了 這是北極海 這個是美國的阿拉斯加 上面Russia 是俄羅斯 從1989年有沒有 你看下面那個 那個就是溫室效應底下 龍兵的速度 如果大家現在看 如果龍兵龍完了以後 這個北極航道 空了以後所衍生出來的經濟利益 配合 南千島群島的北方四島 延伸到我們台灣以後 我們台灣的關稅領域 會因為 北極海的龍兵 產生很大的 經濟戰略利益 你看去吧 09年 10年 因為現在已經有破兵船 可以 可以經過北極海了 好 下一個 好 下一個 來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當地時間13號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哈夫 在記者會上 就俄羅斯軍隊 在南千島群島 日本称北方四島 舉行軍事演習一時稱 美國承認日本擁有主權 重申了在北方四島問題上支持日本的美國政府立場 不過當天哈夫沒有具體的提及俄軍演習的本身 當日俄關係因為領土爭端再度的去 好 下一個 再來是新南群島 就是所謂南沙群島 好 首先我們馬上連線在華盛頓的同事王聰 來王聰 其實我們看到在這個新聞裡面歡迎日本把他的巡邏範圍從中國的南海擴大 從中國的東海擴大到南海 為什麼是美國的海軍第七艦隊的司令托馬斯來釋放出這樣一個信息 而他的言論又是否代表了美國軍方一貫的立場呢 對 其實對於托馬斯的這番言論 目前國防部門並沒有做出具體的回應 但是之前通過我之前在五角大樓和五角大樓的這些官員的交流 他們對日本的擴大海外的軍事情動 包括之前的解禁直挺自衛權的態度 都是表示歡迎的 所以從這一點上來看 托馬斯的這番言論跟美國國防部的政策 對日本軍事擴張的政策是相同的 所以之前我們在解禁直挺自衛權的時候 我們問到國防部官員都說 日本是一個自己的國家 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們能夠做自己的決定 但是他們說美方歡迎日本能夠通過這一系列的努力 能夠對太平洋的穩定 就是這一系列做出更大的貢獻 比如說他們提到自然沾汗 他們提到在寒寒領域的安全等一系列 他們都說日本都將會在這些領域做出貢獻 所以他們就表示歡迎的態度 但是就涉及到比如說日本的擴張對中國的影響 五角大樓官員在談這些的時候也是非常小心 他們也說我們只是純屬從日本做出的貢獻來談 並不是說要針對中國或者其他的一些考慮 所以目前這方面我覺得應該是他們是美方的觀點 我覺得 好 首先我們馬上連線在華盛頓的同事王總 來 我現在直接講 北方四島 因為台灣的媒體被中國人掌控 所以我只能下載到中國的官方網站 因為他要洗腦讓你們以為自己是中國人 所以他不會讓你們知道我們真正領土所發生的問題 我從中國的網站所下載的 北方四島 池武島 澀丹島 國後島還有一個折桌島 這個是南千島群島 日本叫做北方四島 往上延伸上去就是一個白令海峽 白令海峽可以進北極海 就是剛剛一開始那個北極海隆兵的有沒有 有沒有 白令海陸基頂頭就是北極海的出入口 隆兵以後所產生的戰略利益 在對照台灣的關稅領域 零關稅 我們台灣的戰略地位可以成為北極海 北極海隆兵以後這裡的所會延伸出的巨大商機 我們台灣有可能會取代馬六甲海峽在這裡 新加坡 我們的零關稅有可能會成為北極海隆兵以後 各國交易的經濟 經濟的交易中心 北極海隆兵以後 從這裡 新加坡的馬六甲海峽 蘇伊士運河 一直到荷蘭的路特丹的時間 如果北極海隆兵以後 從這邊再繞過來 至少省幾天的時間你知道嗎 大概十天到兩個禮拜 十天到兩個禮拜的成本 來看你就知道 台灣未來的戰略地位 絕對會超過新加坡 只要我們承認自己是台澎金馬 以後會變成台灣澎湖關稅領域 因為我們是皇民 我們不是中國人 關稅領域 獨立關稅領域是金門跟馬祖 我們是台灣澎湖 關稅領域的話 北極海隆兵以後 我們的戰略地位 跟石油航運的成本 突顯出來 我剛才說的有沒有 北方四島那個圖有沒有 北方四島 新南群島 剛剛不是美軍歡迎 日本軍機去巡邏 新南群島 好來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2C 講的就是北方四島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2C 講的就是新南群島 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南沙群島 這個大概一下看一下白領海 加美國的阿拉斯加 加俄羅斯 從這裡下去 就是北方四島往下 就是台灣 戰略地位 你看看 這個台灣沒有 因為都被中國人掌控 我只能從中國的網站去下載 我只能從中國的網站去下載 你們看一下 如果 融機後 衍生出的戰略利益有多大 這裡是俄羅斯 這邊 這裡是阿拉斯加 這裡一直下載 這裡就是北方四島 另外就是台灣 你這樣衍生 那個有一個 泛太平洋TPP 有聽過嗎 TPP 泛太平洋戰略夥伴協定 那個就是我們台灣 的一般年輕人 不用領22K的最好的一個方法 從這裡一路去 南千島群島 在那個頂頭那裡 往下延伸 你在看北極海農賓以後 整個航道開通以後 延伸出來的戰略利益 尤其台灣是零關稅的 變成說很多國家 會把東西放到台灣來做交 因為零關稅 比如說 你這家 你這個國家 要保護你們的汽車產業 國外進口的 就是說如果是 如果這台車是100萬 他就要跟你科百分之百的稅 那是不是變成賣 要賣200萬 我們零關稅就是 你本身成本就是100萬 戰略利益也就是100萬 可是因為很多貨物會聚集在那邊 我們台灣的戰略地位 就會衍生出很多 很多的附加價值 這就是我們的 安勝利命的一個根本 這個就是 這些都是那個 美國最強的海豹部隊 專門在 極地氣候作戰的 好台車換下一個 好台車換下一個 這我的名 我先中指 先中指 我初級班第四級 因為 英國愛過的 我都過了 你應該自己看看 我叫李咒語 有議員 有議員加我FBA 直接把我的咒去掉 我在FBA是叫這 這兩個 李余 我們要加FBA直接打就好了 來 台灣的真正法言依據 下官條約 日本會叫下官條約 我 我比較喜歡他 叫他做馬官條約 為甚麼你知道嗎 因為可以把馬英軍關起來 所以叫馬官條約 秘書長我說過 土地是皇帝對皇帝 所以土地所有權 是不是 在日本天皇手裡 只是因為他跟美國戰敗了 他必須交出 有點類似 用你們聽到的就是監護權 你們經常聽到監獄 什麼恥奪公權幾年 在某種程度上 日本天皇就是被恥奪公權幾年 的意思 但是我們跟日本天皇的關係不變 只是因為戰敗了 暫時我們的關係跟他 看 然後在1945年4月1號 用天皇招書 在萬國公法的架構下 成為日本天皇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在這之前 台灣是殖民地 可以像股票一樣交割 股票你知道嗎 股票可以交割 可是1945年4月1號 萬國公法架構成為日本天皇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以後 就無法像股票一樣交割了 中國人要騙你們 他就講 日本竊戰台灣竊聚台灣 沒有 這是因為戰爭而產生的法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才不可以割 可以割表示這個時候 台灣是殖民地 在1895年的時候 你知道嗎 變成了有所謂 國家跟老百姓的權利義務的關係 就不管怎麼樣 戰書戰敗就不可以分割 1945年4月1號 那就是一個分水嶺 中國人要跟你們騙 他就說日本竊戰台灣 為什麼 把你們洗腦成中國人 他方便控制你們 讓日本人 真正的日本人 來反對日本人 他們應該要參拜的是 是忠烈時還是靖國神社 對 不知道的人 去拜台 你看中國人 不要受 對不對 是不是要拜進國神社 對不對 好 多少說萬國功法 中國人現在想就地合法 不可能 Chinese 台北 英文全民的Chinese exile 有流亡政府在台北 華語叫做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會比較要突破 以前叫西藏 對不對 Tibet 鐵蘭沙拉 意思就是你把它加進去 就是 突破流亡政府在印度的鐵蘭沙拉 印度的鐵蘭沙拉 印度人會參加突破的選舉嗎 我們在十一月的日子在做什麼 怎麼會參加中國人的選舉 其實某種程度 你們現在的新聞政 還拿中國民國的新聞政 某種程度 我們 都算是延長中華民國的幫兇 某種程度 我們現在還在拿中國民國的新聞政 我們都是在延長中國人在台灣的壽命 好 知道 中國的有夠了 大家如行政經應該可以申請 那違反新聞政的咧 拿手 你們是中國人喔 緊繁繁的 就美國的邏輯來說 你真的就是中國人 因為他不跟你講感情的 你出國 你用ROC的Passport出國 人是錄出來 你就是中國人 你沒有話說 你感情像說你 說你是台灣人不好 人看你正行 你就是中國人 你有美國護照喔 那就 那就那個了 你是有 對啦 那你算有台灣心啦 這個再看一下 台灣的國際地位大概要用下面這幾項 來處理 我建議你們 新台灣論 跟戰爭史回顧 真的要買來看 要不然你沒有辦法跟你的親朋好友解釋 他馬上就會跟你打槍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中華民國 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 我講一句話 最直接 那些 享受的權利 對應的是效忠的義務 如果你的親朋好友是18%軍公教 所謂民國84年以前的軍公教 也都有18%優惠 他是因為效忠中華民國 才有相關的政策優惠對不對 你要他放棄有可能嗎 他寧願當中國人對吧 很簡單嘛 享受的權利對應的是效忠國籍的義務 馬關條A嘛 這個我就不再講了 因為1945年4月1號 在萬國公法的架構下 已經變成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了 不是日本政府的喔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逃過兩岸中國人合併 但是 等一下我跟妳講一個很殘忍的 兩岸中國人真的在幹這事情 第二條A B 日本政府放棄什麼管轄權 他們都以為是放棄所有權不對了 我們跟日本天皇的親人關係 是不能放棄所謂管轄權 他會把它當作放棄的 我跟妳之間的親子關係 不對 妳的小孩跟妳之間的親子關係 無論如何都不能放棄 在某種程度上 只能說 妳跟妳兒子的關係 只是因為說 妳犯罪 妳去管轄在那裡 這段時間 妳沒有管理管轄小孩的事情 大家的意思喔 2B其實是這個意思 妳跟妳兒子的關係 不會因為這樣就完全沒有去 妳跟妳兒子的關係 妳怎麼會因為 究竟在和平條約2B 就完全沒有關係 不可能 放棄的只是監護權而已 實際上妳跟妳兒子的關係 還存在 中國人就是用這個跟妳騙 來 這是以前真正 日本 以前的時代 地圖 台灣的真正地圖 為什麼 你看看 在1895年之前 隔浪的時候 右半邊 有了 高沙族 左半邊綠色的 其實就是 新潮的所謂殖民地 從北到宜蘭 淡水 台中 彰化 嘉義 高雄鳳山 大概有六個屯肯區 那個時候屯肯區就是 意味著殖民地 台灣可以交割 因為他沒有完成主權的建構 右半邊還是高沙族 對不對 妳有沒有看幾次賽德赫巴萊 賽德赫巴萊就是一個意思 日本 有那個時候問一個 廈門的美國領事公 這個問題要怎麼處理 一個公 那邊 右半邊是個部落 可以用征服的方式 完成主權的建構 結果日本花了十年 建構的主權 塞德赫巴萊 有沒有 你 塞德赫巴萊 加農 海角七號 這三部電影 你怎麼去看 建構的主權 完成全島的征服 對不對 然後黃明華 1937年 你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公 有講到日本話 有沒有 有嘛 對不對 台北都有講到日本話 所以 奇怪 你的爸爸媽媽媽 阿公阿嬤是日本人 你怎麼變成拿中華民國新聞 中國人 兩隻牛怎麼會生狗出來 你們這樣想就好了 好可知道 你們不去拜 你們現在知道了 不去拜宗烈慈 阿公阿公 你的祖神真的會討厭 欸 在那地下 看到你們去拜 拜到人 你們自己想那種心態 藉由教育文化 在萬國工法的架構下 建構了台灣的主權 1922年華盛頓裁軍協定 美國已經有承認 已經是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個時候已經承認是日本天皇的 1922年 新台灣論裡面有 你們一定要去翻 來 以前有聽過行政長官公署嗎 跟警備總部有聽過嗎 那就是軍政跟民政 警備總部 因為軍事政府底下分兩個 軍政跟民政 警備總部取消掉了 行政長官公署還在 就是現在的台灣省政府 只是他想要騙台灣人說 台灣是他的一省 所以他用一個省 其實那就是民政府的意思 民政府的意思 那個意思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信託的關係 台灣人沒有國際人格對不對 民政府就是有點類似 沒有主權架構下的 一種自我管理的一種 自治團體 民就是有一種信用託付的意思 我們是民事政府嘛 我們是一個沒有主權的民事政府 民這個意思 在你們的理解 你就把它當成我剛剛講過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三條 信託統治 我們的頂頭就是軍政府 因為我們的主權 是不是在日本提供的手頭 所以我們只能自己管自己 主權在日本天王手上對不對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台灣關係法 現在的people on 台灣是誰你知道嗎 中國人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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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日本 憲法自用範圍是 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 不包括整個大日本 整個大日本還有包含 北方四島 台灣澎湖南沙群島 還有很多 他的現在的憲法管轄範圍只有 和平憲法只有 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主動向美國要求 因為他被憲法限制住他的管轄 對 所以他戰敗他只好任由美國處分 這樣你知道吧 他被限制他的管轄範圍 也就是如果台灣有什麼問題 他必須要在戰敗 美國打贏的 這個嘛 東亞戰爭 大東亞戰爭嘛 所以日本政府 因為怎麼講 日本天皇 將國家大事交給 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 這一句話 可是因為日本現在的 和平憲法的範圍 只有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 沒有台灣澎湖 所以要處理台灣問題 或者是台灣有什麼問題 必須要由戰勝者 美國主動 被日本天皇所委託的日本政府 被動的跟在美國的屁股後面 才能處理台灣的問題 這樣知道嗎 來來你聽說 有一句戰爭最高的指定名言 占領者的意志就是命令 占領者的意志就是一種命令 對 因為占領者的意志就是命令 你要考慮到美國 打贏太平洋戰爭 在台灣澎湖所衍生出來的領土權利的利益 領土權利喔 不是領土主權喔 這樣知道意思嗎 他都是為了他的戰利的考量 所以 只要美國能夠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現階段 我的看法 這是民政府現在要做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戰術的人沒有什麼管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們只要謠義說 美國按照相關國際法這樣 就不錯了 美國不窮 很多中國QE所印的資金 因為現在美金已經要換成紅色的了 很多有按底的美金 就是說見不得面的美金 要換成紅色的 現在的顏色他將會承認 因為秘書長有講過了 現在的資金要換成紅色的啦 美金 所以現在 美金啦 美金要換紅色的 秘書長之前有演講過 你可以去看影片 所以現在中國一直狂印QE 有沒有 狂印人民幣 可是他們的權貴都拼命的 把印出來的人民幣都換成美金 現在的美元指數已經暴漲了 很多美金都要回歸去了 他怕一宣布 有按底的資金回不去的話 那些 有按底的資金美金會不見 美國也可以因為這樣子而減肥對吧 通貨膨脹有沒有 這個意思吧 應該這樣講啦 美國其實把 用經濟的作為 把他的經濟壓力 讓全世界各國去承擔 就這樣好不好 因為我還有演講 如果台灣是中華民國一部分 中國戰區 當時是陳儀 在南京 參謀總長在日本的 小林前三 向何銀卿遞交 這是中國戰區 如果台灣是中國人的 為什麼還有一個太平洋戰區 太平洋戰區有難嗎 陳儀 接受台灣總督安藤立即 這表示什麼 台灣跟中國人無關 如果台灣真的是他們中國人的 為什麼會有兩個戰區 為什麼會有兩個壽祥典禮 一個壽祥典禮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真的是你的 一個壽祥就好了嗎 對不對 為什麼有兩個 表示中國人在騙人 而且騙了很久 兩岸中國人喔 如果是他的一部分 為什麼會有兩個壽祥單位 佔領移轉主權 既然光復為什麼會有壽祥典禮 對不對 應該是還給你啊 哪有什麼壽祥典禮 這個齁 在兩岸中國人掌控下的媒體 不會讓台灣人知道 你要上國外的網站才會知道 那個中華民國軍艦 那個其實是海軍軍旗 你們現在中華民國身份上那個 其實是中華民國海軍軍旗 也就是我們現在用的是一群海賊發給我們的身份證 海賊啦 真的啊 這是海軍軍旗喔 中國人的海軍軍旗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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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 我們恨自己的母國日本 這樣才能夠控制你們 控制你們的言行 讓你們忘了自己的祖先 讓你們忘了自己是誰 當時中華民國海威流 為什麼使用海軍軍旗 1946年1月12號 2月28號 秘書長夫人去控告有沒有 你們應該有 嘉賢有聽到嗎 1946年1月12號 訴求要控告 美國跟中華民國要 要 回復我們 類似我們的國籍 你自己看 這是中國的喔 所謂民國生存的1月25號 加1911 是不是1946年1月25號 我們1月12號被更改國籍對不對 那為什麼1月25號 因為判決說 唯台灣人於台灣公共結 取得日本國籍 這樣知道意思嗎 中國人都在騙我們就是台灣人 你看中國人有要求嗎 把他們洗腦了70年 中國人真的很可惡 我們被一群海賊 誰有看過海賊王的漫畫 年輕朋友有沒有 我們就是被一群海賊 天農國的人控制 這個年輕人可能比較知道 什麼叫海賊王 我們被一群海賊管理 北就是天農國嘛 這個你們看一下 不是美國的屬地啦 我剛剛講過了 天皇對天皇交割 日本天皇的 台獨也不可行 因為現在沒有日本帝國議會了 而且沒有領土分離條款 所以你台獨沒有法源依據 你台獨真的沒有法源依據 而且國際上沒有義務承認 好啦 你就算真的獨立成功啦 你的貨幣誰要承認 你的新台幣 政權移轉的時候 你要把中華民國弄走 你要用獨立的方式 你的貨幣 全世界有要跟你成人嗎 沒有義務承認 知道嗎 那領導的事情 你要到底要怎麼自己來 對不對 所以要到底不可以說感情 所以秘書長林志森控告 五個 六十四年來 那個時候啦 現在是七十年了 台灣很有國際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際社會成人的政府 第三 本土台灣人 由我們生活在政治聯合 第四 美國行政單位 主動是做完工 就是我們現在在搞的 好不好 現在在搞的 來 第五 台灣外政 尤其是美國軍事站 熱山雷達站 花蓮加山基地 台中清泉港 米軍都流去了 因為我 我在神州市民船 當時我都看了很多 家族 在什麼百貨公司 有沒有 車頭 替平堂 那漢操很好的 漢操很好的 你知道嗎 不說改革 但是那種身材 你會覺得 這個漢操很好的 那就是 美國大兵 其實立場 但是他低調 其實已經立場 這是美國法院控告的 最重要的是 Petition Denied 各自爭議 為什麼 當時 當時 那個時候 台灣 美國還沒有就定位 為什麼 只是說 只是說 我要打一個人 我要打一個人 比如說我要打一個人 我現在打這裡 打不到人 為什麼 我要控告一個人 我控告不到 為什麼 美國還沒有真正的所謂 就定位 讓我打 或者是讓我控告的意思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那個時候 是擱置爭議 現在美國已經 就定位了 對不對 就定位了以後 你看 2013年的廣大新漁船 有沒有那個洪 什麼洪家 不是去洪洪 叫菲律賓 現在那個 既得見 你看這個頂頭 這個米國又記 對不對 米國就定位 所以我們這個控告的流程 可以繼續下去 以前是美國還沒有GPS 就定位 現在我們把它搞下去 美國就定位 美國國際插上去的 既得見 就定位了 美國已將台灣GPS定位了 我們找對對象了 再來 我剛才說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2C跟2F 你們大家看一下 2F 就是所謂 你們說的南沙群的 還是西沙群島 這個2F 你們看我紅色的地方就好了 紅色的 跟我們的 日本所放棄的 台灣跟澎湖的英文 是不是差不多 然後是不是 JAPAN REN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N 2 南沙 跟西沙 有沒有 前面的語法是不是都一樣 對吧 表情什麼 你現在看 美國 我剛才不是看那個影片 美國不是說 歡迎日本來 南沙群島 飛機巡邏 有沒有 跟北方四島 意思差不多 由於和平憲法 你看看 我剛才說的 JAPAN REN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N 2 FORMOSA 就是監護權的意思 監護權 美國現在是我們國際上的法律監護人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我們被迫分離 現在的法定監護人是美國 由於和平憲法 你看看 由於和平憲法 日本放棄台灣領土的處分權 因此沒有主動的立場 表達台灣歸屬的問題 因為什麼 美國戰勝 所以變成要處理台灣問題 美國要主動 日本政府被動 為什麼 我剛才有說的 日本天皇將國家代書 交由人民所 選出來政府 對不對 所以是被動的 這樣知道意思嗎 日本只能被動 日本政府 對台灣問題 沒有進行 獨自進行認定的立場 為什麼 因為日本天皇賤書 來 這話是戰爭史 回顧 還是台灣 台灣論 這個詞點 韋伯斯特記的詞點 Renunces 和abandon 兩者都有放棄的意思 其中abandon 是放棄以後 不再取回 我們究竟在和平條約 Renunces 則會有放棄以後再取回 意思就是什麼 Renunces 你真正放棄的 你如果用Renunces 你可以把這個放棄的 再回收回來 為什麼 因為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杜勒斯 不敢讓日本政府真的放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放棄 他只能用Renunces 有沒有 你看這個英文原意 對不對 如未經合法程序轉移 也有選擇 適當時機 適當安排 取回原先已放棄之物 Renunces 本身並無永遠放棄 現在美國在做的 針對北方四島 跟南沙群島 應該 多少知道 當然 美國也是為了它的戰略利益 我剛剛講的 北極海那個龍兵以後 船如果龍兵以後 船從阿拉斯加下來的話 到東南亞 那個航道 衍生出來的 還有 戰略利益 那個很嚴重 好 現在我要講金融 跟金融有關的 1月30號 澎湾南不是說 人民幣可以在台北的超商兌換 你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有嗎 來 那些人跟他就 這名 毛澤東 中國人不是軍隊 說一句話 國軍共軍都是 中國軍 中國軍 西北一立面集團 他不是叫三間西北一立面集團 那種 都要合作兩岸中國人砍高 統一嘛 兩岸中國人統一 所以叫統一集團做砍高 你看 兩岸中國人金融無縫接軌 因為貨幣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象徵 對吧 對吧 對齁 那這我剛才說的 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 新台幣人民幣 是不是等於中國的貨幣 對不對 對吧 等於一個中國原則嘛 所以中華民國身份證 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證 等於中國人對不對 沒有辦身份證就是中國人 對啊 對於美國人 西方世界的邏輯就是這樣子 你是中國人 ROC刷下去 Passport刷下去 你就是中國人 齁 我不是在跟他們說聲笑 這種東西我不會跟他們說聲笑 這個誰知道嗎 口疼宅 前新竹市長 對吧 剛才那天我選團 一個25 我學會 我社員有放在FB 他在關心他的味道 因為X法一簽下去 國民黨變成要回去 雖然依照人權他有志願意願 可是你自己想 如果國民黨 會 前市長參選人 或是前市長他都關心他的未來了 那些台灣人 還沒有辦身份證了 兩岸中國人 兩岸中國人已經在馬來西亞 那個什麼 納明島 前作合作備忘錄 那個納明島其實就是一個境外中心 境外中心無色所謂國家的主權 兩岸中國人要在那裡 竄起他們一個中國原則的橋樑 他們要回去了 那個是他們一個資金的一種 藉由所謂兩岸中國人的境外的名義 錢要穿出去 美國跟日本已經做好準備了 詳情我不方便在這邊講太多 我只能跟你講美國跟日本最好了 現在就是我們台灣人的新聞 心理準備好嗎 每日安保條要做好了 來 這就是馬來西亞納明島的新聞 你看下面 納明島 中國的工商銀行 馬來西亞有限公司 是熱衷於在這裡設立分支機構 台北101本來要買出去 他要利用這裡有什麼 他那間台北101有IOI集團有沒有 他在納明島有設立公司 我會說到這裡 兩岸中國人 一些小聰明啊 沒什麼好說 以前 宋主義不是叫台灣省政府對不對 我有說過省政府就是民政府 是不是一種信託 信用託付 以前你有聽過省屬七行庫嗎 省屬七行庫 還有華銀 華南銀行 華銀一銀 彰化銀行 這是三商銀 來三商銀還有台灣氣銀 合作金庫 台灣金控 還有一家 省屬七行庫 你現在看 你現在看 三商銀對不對 合作金庫 台灣中小信 總共是七行 這都日本時代成立的 這都日本時代成立的 但是 34567 都已經上市了對不對 1到2 一個是台灣金控的 台灣銀行 一個是土地銀行 這富有政策任務還沒上市 是因為 對 因為 還有 合作金庫 你看1923年 現在已經上市了 合作金庫 組織條例廢除 因為這些都是 大日本帝國時代的金農業 在1945年4月1號之前成立的 期間可能名字有改 現在台灣銀行 跟土地銀行沒有上市的原因是因為 富有所謂政策任務 土地有沒有 住學貸款之類有沒有 負責一些國家真的還沒上市 等到這兩家也上市了以後 台灣民政府的大日本帝國的架構 就會改變 因為 根據台灣論跟戰爭史回顧 美國要改變的是我們的 政治體制 不是我們的國家體制 這些是不是大日本帝國的架構 只剩下這兩個還沒改變對不對 一改變以後台灣的國際地位也會跟著正常 現在這五家已經上市了 就剩下這兩家 因為這兩家附有一些政策任務 沒有那麼快 來 你看 我剛才看 我剛才說的 合作金庫你自己看 買最大的金融 你們回去可以跟人家說 你用Google去抓這個 怕這個資料 法案全部都廢除了 還有第八條 還有第八條 國父紀念館組織條例廢除了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這都廢除了 還有台北市的 那什麼 那什麼課綱有沒有 十二年國教的有沒有 你看 這些都有連帶關係 好 我再給你們五秒選票 我要換 一 好 廢除了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也廢除了 現在的警察沒有執情的法原依據 你自己用手機去打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廢除了 他現在沒有執情的法原依據了 合作金庫 剛才的 你們看 這剛才有沒有我抓出來 你會有嗎 財政部有嗎 廢職啊 你們的 你們的警察 文行的 要怎麼沒有法律依據 跟你們保障 你們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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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身面前不是比較直接 橫海南 這我從他Google抓了 他什麼人 什麼人 日治台灣新竹洲 他不是中國人 絕對不是中國人 對不對 他身體人 他老家在南寮 現在住在台北 澎海南 他本來兩年前 十年任期就慢了 有人要叫他繼續做 勞工退休基金 廢職 中國人就不可以廢職啊 變成說 勞工的退休基金 沒有運作的法原依據 錢就不可以讓中國人 五龍洗到 洗出去 廢職啊 來 監理會從學兩點六兆 勞動機風險誰付 你沒有運作的法原依據 你就不用怕 對不對 中國人 中國人又沒辦法把你的錢 看出去 但是你們要緊扮 好嗎 對不對 民主黨不是說 無風接過 他們中國人也在說 無風接過 他們也要離開 他們現在 他們中國人 那個什麼人民幣 業務 聽說幾千億了 幾千億了 準備好了 但兩岸中國人談好 他們的錢就會回來了 錢回來了 錢回來了 人家就在那裡回來了 中華民國的主權 這樣我剛才說 是不是新台幣 對不對 如果新中華民國破產 之後 會去 其實會去福建平潭 福建平潭就是他們的難民營 難民營 黃金庫存跟貨幣的發行 是不是有一定的關係 也就是說 你有多少黃金 你就發行多少相對應的貨幣量 沒了 好像不是這個 我那裡都沒了 沒關係 韓戰 你們自己看 你們先看韓戰 1953年7月27號 7月底 7月底停戰 停戰 停戰不是喔 停戰只是說 我們現在沒有發射飛彈 互相打來打去 不代表戰爭結束 你知道嗎 意思喔 我自己簽停戰協定 不代表戰爭狀態結束喔 現在南北海還是在戰爭狀態 只是說現在不發射炮彈而已 現在南北海還是戰爭狀態喔 你現在先看1953年7月份 停戰協定 你會記得這天 1953年 中國人的823炮彈 1958年 都是在1950年代發生的事情 再來 越南戰爭 越南戰爭也是1950年代 這三個戰爭 跟宋米寧會說 我們台灣 收口 70萬年了 1959年喔 這個中華開發公 投資信託有沒有 你看這個中華 5月14號 信託 有什麼信託 美國委託信託管理台灣 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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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說的韓戰 越戰 823炮戰 都1950年代 營造的結果 我也推論 美國利用蔣介石跟台灣關係 一 台灣成為美國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艦 第二 串起美國西太平洋珍珠鏈 有沒有 日本 台灣跟東南亞 第三 擴大泛太平洋協定 降低中國的區域夥伴協定的影響力 這段時間 韓戰 越戰 跟823炮戰 這段時間 所營造出來的局勢 讓美國重視 亞太的區域的利益 用中華開發的資金 讓蔣介石 看守西太平洋 這就是美國 跟中華開發 或者是中國人的一種信託 信託關係 我幫你防守 你幫我幫你防守 用我們的資金 這不要說 這對你們來說比較像 這不要說 這就是中華開發 7月2日 2014 核准開發 跟借合併 繳回商業銀行執照 繳回工業銀行的執照 這就是中華開發 信託 信託 美國信託 委託 他管理台灣的任務 結束了 工業銀行的執照 繳回去 也任務結束 完成 究竟在合併的第三條 信託統治的任務 美國委託中國人的任務 財政部國庫署組織條例廢止 破產了 為什麼 現在不是有新聞說 中華民國要破產了 對不對 這個啊 財政部國庫署組織條例廢止 對不對 你國庫廢止了 就是破產而已嘛 新台幣就破了 破產了 你有聽過肥咖條款嗎 有沒有 肥咖條款 其實我說的 你們比較白的就是 要把所謂雙重國籍 譬如說 你有拿中華民國護照 你也有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你也有拿美國護照 因為美國容忍雙重國籍嘛 你用這種 你用類似拿兩種以上的護照 在這三個國家 或者是地區遊走 人家要把你靠小金的時候 譬如說 美國要把你靠小金 你用美國錢 結果 你把資金刷去 台灣 然後跟美國說 我拿中華民國護照 美國靠你不到小金 對不對 好 現在 中華民國還是台灣要靠你小金 把資金刷去美國 然後跟台灣還是中華民國說 我現在是美國人 他們就是這樣算 這樣算 不用靠小金 現在用肥靠條件 就是要做什麼 要把這些人 要把他們拼出來 不管這些人 是住在台灣的中國人 還是住在台灣的台灣人 要把他們拼出來 拼他們可以選擇一個國籍 這樣一拼出來之後 然後 又沒有什麼 我是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 對不對 因為現在的保險 我們台北只有 好像有一個軍手 他在做保險 他說現在保險中 也有一個什麼 利 有沒有雙重國籍的問題 你是不是美國人 如果查到的話 如果是企業 你在美國的營業 所得也30% 你如果去用賬到 營業也30% 賠款 美國要用肥靠條件 把這些人拼出來 重點就是這樣 重點就是這樣 台灣金融業取得肥靠條件的免控 我稍後會給你們看 台灣有多少企業 取得免控 因為 兩岸中國人 如果合併了以後 拿中華民國身份證的 以下公務人員 是不是就兩岸中國人 你把它當成股票合併一樣 消滅的是誰 消滅的是誰 對嗎 中華民國 所以 中華民國消失了以後 中華民國原本管轄下的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新台幣 還有公務人員的薪水 誰要發 在ECFA的架構下 誰要發 管轄權誰 習近平 對吧 一個中國原則 因為你們自願拿中華民國身份證 美國管不到 美國管得到的是這個 你們辦的那個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知道意思齁 我知道你們沒有關心 誰來幫你們管 但是你們已經關心你們的 萬人嘛 對不對 大家這個意思啦 你們又關心錢嘛 關心身體的健康嘛 一般的路邊 大家就是這樣嘛 美國也跟中國簽 費卡條款喔 來 台灣是美國佔領地 美國 中國又像 又跟美國簽 費卡條款了 然後美國本身也要執行 費卡條款也就是 美國 中國 台灣都要執行 費卡條款了 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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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住在台灣的中國人 還是住在台灣的台灣人 或者是有權有勢的人 想要 節省稅金的 這些人找不到 會一一現行 再來就沒有說什麼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這種話了 因為一逼 你必須要選擇一個國籍嘛 對不對 這個裡面的文章比較複雜 我就不要講了 下次為美國國稅及IRS 下載 我下載 因應費卡條款 台灣向美國登記的 中介機構嘛 在某種程度上 我們向美國 取得這個碼以後 基本上就是什麼樣 兩岸中國人簽ECFA以後 舊青山和平條約第四條 我剛剛有講財產處分權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 我剛剛有講 財產處分權 藉由取得GIIM碼 免扣碼 基本上管轄權已經移到 美國來管了 要不然在ECFA架構下 你們錢變成中國人管 因為舊青山和平條約第四條 交的關係 移到美國去了 管轄權 不是要給你吃財產 因為美國 如果要用錢 他用他們的就好了 對不對 美國用他們的就好了 他像三副國社用 因為他用軍廠一樣 威脅一下就好了 知道意思嗎 他用他們的就好了 他沒有在 他沒有在 這就是我下載的 我大概跟他說 因為色比較黑 我大概跟你說 一般上市金融支构 榮友 我說給你們聽 永豐金 MEGA MEGA是趙峰嘛 對不對 台中銀行 台信 這都有上市的一些大銀行 我大家講一下 星光 中華開發 遠東 國泰 第一金控 我說就好了 富邦 跟中國信託 玉山 日盛 台灣銀行 幾乎 你想不到的銀行 然後我像美國那個 我剛才說的 GIR 免扣嘛 管轄圈已經移到 美國了 所以你不用怕 這個誰知道嗎 對 你看那個紅色的你 中國人 中國人 他們兒子前五位 現在摩根大通 台灣去的總裁 這個 他們兒子 我會說這個意思是什麼 他們中國人 就準備好撤退 這個是摩根大通的總裁 Jaymy Diamond 英文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 十幾年前 不是英美聯軍 攻打伊拉克 對 他要協助他們 戰後重建的時候 摩根大通 那個時候 不是他 摩根大通 取得伊拉克戰後重建的 一個 那個時候摩根大通的銀行的 顧問 是差點要將台灣賣掉的 季辛吉 季辛吉 有聽過嗎 就是差點要將台灣 他就是那個時候摩根大通的顧問 這個 現在這個總裁 去年6月來台灣 建議 馬英九說金融整病 說摩根大通可以提供什麼整病的那個 其實就是什麼 下令 我這樣對照伊拉克 就知道這個摩根大通 他就是附有一種 台灣要由信託 轉到非信託 金融業 一來選沒了 去年會半年 是不是國泰什麼有的 沒有的很多金融業 並購什麼日本 什麼東方之星銀行 什麼緬甸什麼銀行 有沒有 陸續就可以並購了 很多人的 緬甸 東南亞 開啟就敗了 國泰 有沒有 解放了 由信託到非信託 以前國泰 什麼叫國泰信託 有時候現在叫國泰金融 小孩等大人 富邦信託 以前有時候變得金融 小孩等大人 成年到未成年可以信託 到非信託 小孩等大人 你這樣來想民政府跟政府 你這樣就套進去了 蔡佩蘭 馬英就怕誰 他任職摩根大通 香港的 地產部經理 你看 人家 兩岸三地 他們中國人都已經準備好 資金流竄的管道 人員什麼的都就定位 你們台灣人 行為前還要辦 不知道什麼意思 人家已經弄好資金流竄的管道 人家都準備好了 台灣人要你們辦個身份證 有那麼困難嗎 他根本就不把你們當成中國人 他把你們動作 黃民後裔 知道嗎 沒有那些黑心油 為什麼 外國 外國頂心集團 他根本不把你們拿中華民國身份證的 當成中國人 是你們以為你們自己是中國人 左邊第二個 前夫 前國為 右邊第一個 秘書長劉大年 就是那個時候 金普聰還沒落在的時候 第二號任務 現在的秘書長 國安會秘書長不是那個誰 前陸軍的什麼 一個上將 你看 只不過是來 公平金融整備 有需要 用到國安會秘書長 跟金廣會 曾民宗 你的所謂總統府 有必要這樣子嗎 中國有一個 那個推背圖 你有聽過嗎 什麼 若逢木子 英雙患 生我者和死我條 你有聽過嗎 你們去找中國推背圖 雕 陰 老陰 揪 表示什麼 中華民國創建於孫 孫中山 高山 會毀於馬英九 陰揪 陰 也有所謂美國的老陰 或者是蔡英文的陰 若逢木子 冰霜漢 如果去讀到冰霜漢 是否水扁掉了 冰霜漢 水扁掉了 誰 木子是誰 遇到李登輝跟陳水扁 那麼中華民國就會 生我者和死我條 也就是創建 用比較 苦手的 創建中華民國的孫中山 會毀於 陰鞠的身上 如果有出現 木子冰霜漢的話 這兩位人物的話 那麼中華民國 這個問題就會實現 這是一個盜裝句 如果去讀到冰霜漢跟李登輝 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就會 創建於這個 會毀在這個人手裡 你知道嗎 中國的推背圖 這個是有一點那個 我只是讓大家那個一下 這就是中國人的政商結構 你自己看 我剛才說的摩根大通集團 有沒有 賺錢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政商結構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不把老百姓的 老百姓的那種所謂 安居樂業放在心上 這種人也不算 不算什麼咖 你自己看 這都是猜測的 大家看一下 這我不要說 你自己上網 Google發出幾個關鍵字 那都有 來 中華民國 這所謂總統府 你自己看 廢止行政院人事組織條例 公務人員 你如果不相信一般網站的 這總統府公告 你應該相信吧 他自費武功啊對不對 對不對 自費武功了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這我抓下來 我們怕中華民國行政院 有沒有 我們怕中華民國行政院 你要注意喔 你自己看 進去以後 為什麼沒有中華民國 對不對 我怕中華民國財政部 為什麼裡面沒有中華民國 這幾個字 他們在騙人 他們要離開了 來 兩岸中國人營造的金氏騙局 營造不穩定的太平洋 符合前美國總統杜魯門 對韓戰的寫存 有關於台灣地位的說法 來做政治操作 美國也樂得以台灣關係法 來提供武器 然後 Money 為什麼 你自己看 行政院通過行政院衛生署組織法 鼎心黑心有有沒有 剛剛有講過 為什麼沒有辦法控告 你廢除了你有法源依據 可以控鼎心集團嗎 有喔 沒辦法嘛 對啊 所以你們的生命財財安全 現在沒有人保護你們 也因為中華民國要離開了 我管你們台灣能去死 管你們這些皇民後裔幹嘛 你們本來就是皇民後裔了 我只是方便要管理你們 才給你們在1946年1月10號 給你們一個中國人的身份證 方便管理你們 現在我們告他了 郝伯順才會講那句話 你們都是皇民後裔 對嗎 對嗎 不把你們的生命當成生命 付出條例 你們得什麼的 干我批事 那是你們皇民後裔的事 我中國人不管你們皇民後裔的事 我要離開了 對嗎 所以廢除了嘛 管你們 這兩年以前我們現在毒奶粉 對吧 製造恐慌要永久佔領 因為那個時候杜魯門有說幾句話 台灣問題要等太平洋地區穩定了以後再來解決 兩岸中國人抓到杜魯門這個餘病 一直營造不穩定的太平洋對不對 然後美國就只好授權所謂中華民國繼續佔領台灣 美國也熱的以台灣關係法提供防禦性武器 鑽滿領各取所需 三聚清安 飛氣油 頂心的嘛 衛生署茶或毒澱粉 毒奶粉 豆花 這古泥嘛 全統有沒有 好學齁 來 咳嗽一下 太嚴重了 你們自己看一下 你們自己看一下 這真真實在 我有查過 他自己有說 我們已經成了王國之民 他的蔣總統齊第二色 我有看 真實在他自己這樣說 你們台灣人還不相信 你們還在為中華民國才會害 再來 後來 這個 你們就笑一下 說好的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關乎大陸國土消滅萬共 現在怎麼叫阿公有錢 你們都為人家走 對不對 我們是皇民後裔 他現在在刺激什麼 我們在給他出手 說 你們浩博春 你們怎麼會 不要反共 對不對 好 幫他聽什麼 意思就是說 你們沒有LP 兩萬三個中國人 開始一中架構 司法管轄權同步 我有時候這樣說 你們看 黃智 柯正東那一年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有沒有你知道嗎 知道齁 中國人 我有說過 兩岸中國人的國籍法 是屬人主義 你的阿公阿嬤 如果是在中國 你的爸爸媽媽 在一宗原則 國籍法的屬人主義之下 你的兄弟 無論如何 都都是中國人 在發生柯正東那個吸毒事件 有沒有 我就是去查資料 真的被我查到 你自己看 祖籍浙江 有沒有 國籍法 如果你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是中國人 你的後代也是中國人 所以他是中國人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 最近 發生事 沒多久了 其他人 又去查柯正東的資料 他變成台北出身 他們也想就地合法 那意思嗎 他想騙你們台灣人 這是我第一時間去抓到柯正東的資料 他是中國人 國安事件 其實是凸顯兩岸中國人的國籍 是屬人主義 就是中國人 那你知道的意思嗎 那是張顯耀 對不對 山東人 對不對 我說 那有嗎 去年七八爺 戰中行動 黎智英 有沒有 同一個時間發生的 他也抓到一關 有沒有 他也中國人 兩岸三地的中國人 是不是司法管轄權同步 一個中國原則 所以你如果沒有一個中國原則 要管理你們這些 拿中華民國身份證的 就趕快申請嘛 因為你拿身份證 表示你願意被他司法管轄 對不對 你願意當中國人嘛 所以你要福音中國人的法律 對你的管轄 對吧 這個邏輯可以接受嗎 你願意拿中國身份證嘛 所以中國人管你剛剛好嘛 對不對 在那個時候發生這三件事了以後 海峽女雙有沒有 彭帥跟謝蘇威 沒多久 拆火啊 為什麼 因為 那個時候 中國人講的 香港五十年不變 因為戰中的原則 破功了 馬上就拆火 謝蘇威跟彭帥 馬上就拆火 沒有利用價值了啦 他沒有辦法統戰了啦 拆火了啦 就這樣子啦 很現實的齁 好 這個比較深我就不講了 從軍政府到民政府 這個我就不講了 好 我剛剛是不是有跟你講韓戰 1953年7月27號停戰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自己看這間文行 紅字的工業銀行 1953年8月成立的 有看到嗎 對不對 你去上台灣工業銀行的網站 他是一 他的官方網站是1999年成立 很奇怪 很奇怪 我剛才告訴你 送米靈的工業 讓我們台灣受苦了70年 也就是 那個時候韓戰停戰協定以後 他應該要協助 台灣戰後重建 這個地方有沒有 8月 也就是8月應該成立 應該是那個時候 蔣宋美靈 去把美國人拼一下 我們台灣人 就做成賠價的祭品 我們台灣人 就從1945年 受苦到存在 也就是 這家銀行應該 在1953年8月 就協助台灣做經濟的戰後重建 二次到歐洲有一個馬歇爾計畫 有沒有聽過 類似 因為蔣宋美靈的關係 剛好 台灣工業銀行成立的時間 1999年 這兩個明顯 就讓我 間接的懷疑 這個其實就是要協助戰後重建的 結果被蔣宋美靈破壞了 我們台灣人就受苦了 又就繼續受苦這幾十年 黏自己的老闆老母都不知道 這我不要說 這對你們比較親 但是這個 台灣工業銀行 現在他是副黨署長 他是愛申豪獎金的得主 二次大戰的盟軍統帥 重點你最怕這樣 因為亞洲地區還有很多 二次大戰還沒有解決的問題 以前好不好 他以前是不是做 做什麼 國務卿 他說台灣 not sovereign 台灣沒有主權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主權在日本天皇手裡 只是因為戰敗了管轄權 現在由美國委託所謂台灣治理 當現在的所謂中華民國 對不對 台灣沒有主權 對啊 戰敗了 主權在日本天皇手裡 對啊 只有一個中國台灣不是獨立的 不想有國家主權 對啊 沒有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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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說得對 但是他沒有把前一後果講出來 台灣人聽下去就不爽嘛 對不對 他沒說嘛 他只是講說你沒有 但是他沒有說什麼原因嘛 我剛才說的這個黨史長有沒有 他2013年愛申豪獎金得主 他在演講的時候他住在他旁邊 二次大戰其實亞洲地區 其實很多國家還有很多所謂主權上的問題沒有解決 雖然說盟軍 二次大戰的盟軍解散了 但是艾森豪獎金學會還在 艾森豪獎金學會 盟軍統帥的名字 這位新聞講 所以我是要脫離 AQFA一中架構免於中國人管轄的身份證 為什麼 中國人要管你 你拿中國身份證 你拿中華民國身份證 在AQFA的架構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證 是不是等於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對啊 所以你們拿中國 中華民國身份證 你被習近平管轄剛剛好 美國也不能抗議 為什麼 因為你自願還拿這個身份證 你如果還沒有申請這個身份證的話 你自願 聯合國有自願意願合法性 如果你還沒有申請 表示你自願意願合法的 還想要成為中國人 所以你還不想申請這個證件 你自願 所以到時候如果真的有什麼 意外什麼的話 美國說對不起你是中國人 你拿中國身份證 跟我有權利義務關係 是這種身份證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我的背面 228白色恐怖 我剛才要演講 一場手跟你們說 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在228白色恐怖那段時間 基隆外海 那個時候他有抓一些人 準備要穿衣 你有聽過嗎 基隆那個時候 我的爸爸媽媽知道 那個時候 有一個人來 台灣人跟我們準備要去 要去過郎港 要怎樣 去過郎 我老爸有去看 從心中中去過郎 他把郎安排 你知道嗎 因為他戰敗了 他就是 剛好來台 他就是想要 找到你 借口 不管怎麼樣 他就想要 剛好又有點衝突 有沒有 然後 讓他找到理由 跟照顧 要來對付台灣人 當然 可能有死一些中國人 有 可能有 但是我沒有清楚 我老爸親身看到 中國人怎麼做 你知道嗎 他認為 是不是看不出來 我們說 原來就抓一些台灣人 就是抓皇民後 他抓來抓好 鐵絲你知道嗎 新生的鐵絲你知道嗎 鐵絲 把人這樣 這樣 用鐵絲穿過去 我老爸親身 穿過去以後 十幾二十個人 穿起來 跟他穿成肉桑一樣 背後 然後 踢一個人 從基隆港 踢下去 是不是整串的人 掉下去 然後穿就開始穿 然後還有看到 跪著 然後槍就直接 我們老爸親身看到 他沒有必要把我騙 他說中國人就是這樣 在台台灣人 但是我們現在也沒有必要去 仇恨這些中國人 我們按照法理 請這些請中華民國 跟志願拿中華民國 身份證的中國人 離開就好了 我們沒有必要在那個 因為以前我們受的 這只是圖片而已 影片其實我還有一堆 中國人怎麼殺台灣 就像殺豬殺狗一樣 影片真的一堆 中國人就是這樣子 你們還自願 還有些人還自願 拿中國身份證的 你們都忘了嗎 二二八百這個恐怖嗎 再去用四萬塊或一塊 秘書上有說 不是要把他們換回來 有沒有 要把他們中國人換回來 這個 這個是親自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有一個朋友 很好的朋友 住在中部 每次開槓 因為他可能是三七五檢株 平均地權 有沒有聽過 公帝放你拿到好處的人 拿那個時候日產的有沒有 因為三七五檢株平均地權公帝放你 拿到好處的 因為要是靠這些拿到好處 他死 國民黨做得怎麼樣 一死就要支持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的好處 有一天我跟他們說 民進府很多年 要鄉鄉 帶我看一張照片 他們老不穿日本軍服的照片 參加南洋的戰爭 年老 我跟他說很久了 年老他跟我說他是中國人 我說你老不穿日本軍服 你怎麼是中國人 知道的意思嗎 從1945年被中國人洗腦到現在 皇民後裔都忘了自己是什麼人 他的 也就是他潛意識裡面 錢才是他的親生父母 錢才是他的禁國神社 我這樣說有比較多 但是不可否認 中國人的控制教育 讓皇民後裔 忘了自己的祖先 這個教育 金絲世界紀錄排名 真的是No.1 對不對 他可以讓真真正的台灣人 不記得自己的那個 你看有厲害嗎 對不對 你看中國人跟你們洗腦 有厲害嗎 台人你還叫人爸爸媽媽咧 來 流氓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兩岸中國人憲法的關係 關於國籍是屬人族也 我剛才說的柯正東有沒有 他們的兄弟 只好是跟無國籍的台灣人生 他的兄弟也是中國人 你知道嗎 永遠是中國人 不會改變 因為台灣民政府是個過渡性的機構 沒有資格 替有國籍的中國人 變更成無國籍的 本土台灣人 還是皇民後裔 對不對 因為主管在那 日本天東的手套 對不對 我們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機構 我們只能夠認證 你們在座的各位 是不是無國籍的台灣人 我們沒有那個權限 可以將有中國籍的中國人 變更成無國籍的台灣人 對不對 就像說 有一個大人 他跟我說 我們是孩子 有一個大人說 他要追孩子 你是不是會說 他是小的 對不對 大人要追孩子 不是很奇怪 意思就是這樣 我們是個過渡性的機構 就是這樣子 我們沒有權利 把有國籍的各種人 變成無國籍的台灣人 我們沒有資格 這澎湾人 這不要說 這個 王小波 中國人 他說 兩三年以前 他在課章說 二八殺幾萬人 小Case 他說一句話 你看他什麼人 中國 江西省 中國人 中國人 中國人說 殺人小Case 為什麼 因為死的是皇民後裔 他不在乎 他根本就認為你們是皇民 拿那個 中華民國身份證 只是一個臨時性的 他根本上就認定 你們是皇民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你們死 你們吃黑死 有毒的感情 剛好而已 死的是你們台灣人 跟我住在台灣 中國人無關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們只是嘴巴這樣說而已 對吧 他們只是嘴巴這樣說 還是他們的行為 作法都是 你們就是這種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沒有 校母村在爸爸風災 還是什麼時候 他不是說這句 跟高山主說 我把你們當人看 有沒有 有說這句話嗎 我把你們當人看 標示一下 他知道我們是皇民後裔 他是中國人 他不才會這樣本 這樣你知道嗎 來 有一個作家小野 知道嗎 小野有聽過嗎 在古年318選議的時 他有說到這句話 我常常問你們聽 在這裡 小野強調 台灣走到這個地步 古年318 不是階級藍綠省級鬥爭 而是成民跟公民的競爭 我們是不是日本天空的成民 對吧 法律上 有誰說這句話 我現在給你們看後期 給你看小野的新聞 不過 什麼人你知道嗎 祖籍安徽 人都配合好 各個戰略地點 從文化 從經濟 各個層面 戰略地位 來引導你們的思想 讓你們的思想 都以中國人的模式來思考 中國人 安徽人 中國人 引導你們這些皇民後裔 傻傻的 用中國人的思維 來思考 你們跟中國人的關係 這些中國人很奸詐 知道他意思嗎 他想就地合法也不可能 因為我們無國籍 無國籍的 黃民後裔成立的平民政府 沒有主權 可以將中國籍的中國人 變更成無國籍的台灣人 對吧 他想合法也沒有用 在想 前陸委會主委 叫什麼 賴信元 他現在已經規劃到英國籍 但是實際上 他什麼人 你知道嗎 福建人 中國人 中國人 對不對 這樣知道意思嗎 他各個層面 佔據一些 佔據一些要點 來控制你的言行舉止 讓你的思維模式 用 讓你們黃民後裔 用思考的模式 用中國人的模式 來思考 你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你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在台灣的中國人就是要這樣幹 讓你們忘記你們自己是什麼人 有看過十萬年前有一部駭客任務有嗎 有沒有看過 基努李為伯的 The Matrix The Matrix has you 我們就是去中華台北控制住 對不對 我們現在 你們是覺醒的 還沒有覺醒之前 而且我們是不是活在中華台北的範圍內 永遠沒有 永遠無法解脫 海科任務 你如果有辦法去走 海科任務一到三級 對照新台灣論 你再看 這真的是一個超級大騙局 有感覺自己 明明我是台灣人 為什麼我要當中國人 活在半夢半醒之間 如果你對於台灣真的有認同 你就會產生奇怪 為什麼宋楚瑜或者誰說 我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 對不對 難道我 難道你會說你是男人又是女人嗎 對不對 如果這句話成 如果這句話不成立的話 那為什麼你會講你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 對不對 如果這句話成立 那會說你是男人也是女人 對不對 自己活在半夢半醒之間七十年了 我們叫中國人跟我們睡腦七十年 愛咳嗽 來 這一本《新台灣論》就是你們的解藥 吃完紅色的解藥 你會了解台灣的真正國際地位 但是 吃完紅色的解藥是你覺醒的開始 吃完紅色的解藥你會覺醒 但是痛苦了 因為七十年你被控制的就是 以中國人的模式來思考 覺醒了以後才是痛苦的開始 吃綠色的解藥就是繼續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用中國人的模式來思考 不知道自己是誰 很恐怖喔 吃完解藥你現在來到其實是痛苦的開始喔 因為你們七十年的記憶 都被灌輸的是錯誤的 這個國家或民族的認同 拿中華民國身份證的 你都是中華民國copy下來的 同樣一種 人 同樣一種思考模式 同樣一種作為 黃明後裔機械化的做中國人的思考模式 思考邏輯 你看我沒有 把你們隨便做中國人 你們用中國人的思維來思考 你會忘記自己是誰 在林與一的法理世界裡 我們暢行無阻 中國人現在不對我們怎麼樣 對不對 我們開那個紅色車牌 中國人沒有拿我們怎麼樣 對不對 因為他們也知道要離開了 並且刀槍不入 我要說得快 以法理看透流亡政府所創造的方向 要知道自己是誰 後面這支 這就是那些演員基努理 一直還給你們 你們的頭部 你們剪刀 不然剪刀的就是什麼 頭部去插一支端子 裡面都把你灌什麼 灌中華台北飼料 給你們認為你們是中國人 他精神他把這支拔掉 就像你們 你們就是拔掉到來上課 對不對 你們就是拔掉了 中華民國對你們的控制 你們才來上課的 你們覺醒了 對不對 這幾年 黑法 現在就說的 抉擇 如依賴中國台灣約脆弱 我才講得快 最重要的是 這句話不但要講給台灣人聽 還要講給全世界的中國人聽 這是商業收看的專訪 其實 說是這樣 其實是警告 警告兩萬的中國人 商業收看的創辦人 金維成和何飛鵬 你看洪志 看洪志就好了 一個是高雄眷村 這樣是不是中國人 對不對 國籍嘛 何飛鵬 何嘉誠是南京有名的大富翁 中國人 對不對 國籍屬人主義 所以中國人 中國人說 掌控了商業媒 周刊寫出來的文章 你們會用中國人的模式來思考 你們跟中國人的關係 你們會忘記自己是皇民後裔 用這樣控制你們 這樣知道有恐怖嗎 你們的思考模式就是變成中國人了 去年的 歐巴馬和習近平在加州農莊記民 不是爆發去年爆發的 Snowden的監控事件有沒有 在那段時間 你看喔 重點是什麼 他說這監控的 林靜計畫跟HKX 表情什麼 美國有能力監控 全世界 更不要說台灣是 美國的佔領地 尤其是會危害到美國 亞太區去利益的 在台灣的這些人 不管是台灣人中國人 放這個方向機器 可是在境界 心有惡意 要靠中國吃飯的這些人 你們去用中的拼 不可以給別人 意思就是什麼 內部是美國的 Commander Center for Acer 亞洲指揮中心 剛才我剛才說的那一步 他說抉擇嘛 其實就是要 跟台灣人說 你們 如果不要罪皇民後裔 就是奔好台灣人 可以 依照自願 UN就是聯合國 志願意願合法性 你們就不要申請 你們就拿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到時候跟著國民黨 或是中華民國一起離開 就這樣子而已 願意的 你們就當皇民後裔拿 台灣民政府架構下來 台灣政府身份證 歐巴馬不方便說的 監控是基本配備 盧水中國人住在台灣 台灣越安全 為什麼 因為美國到時候 就要花更多的監控設備 來監控在台灣的這些 中國 異式 的 中國人 或是中國 異式的 台灣人 越監控 台灣是越安全 對不對 如果你們在意國籍的身份 你們就不要跟這些中國人結婚 就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已經結婚了沒辦法 就按照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來 2014APEC 亞太經合會 WTO加工下 未來有可能會這樣子 我們加入TPP 台灣 TPP 就是亞泛太平洋戰略夥伴協定 美國主導 那是因為太平洋戰爭 是不是跟日本 祖國分離 對不對 戰爭分離 美國 戰爭分離 如果我們用TPP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跟金門馬祖的獨立關稅領域分開了 來 WTO加工金門馬祖獨立關稅領域 為什麼 因為金門馬祖是國共內戰 中華民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出來 對不對 到時候日本中國人就住在金門馬祖 黃民後裔就住在台灣 台灣澎湖 就用這樣 又用加入的所屬關稅領域來區分 住在台灣的是黃民後裔 住在台灣 住在金門馬祖的就是中國人 或者是你有個人的需求 因為有的時候 你的利益在哪邊 會迫使你要當那一個國家的人 為什麼 很多外國人投資在中國 他也拿了中國籍的身份證 做出符合你自己利益的選擇就好了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 早就知道美國佔領台灣的倒數第四行 台灣澎湖地區 現在仍然被美國武力侵佔 這是他在1959年9月4號 1959年跟聯合國說的 他早就承認被美國武力侵佔 早就知道了 只是說為了面子他故意講非法 仍然被美國武力侵佔 這次侵佔怎麼中華 其實他知道了 他知道台灣不是他的 但是他長期跟中國人洗腦 他後悔過了你知道嗎 不過來 因為他只要一講出來 英中國就幫了 他們中國人會翻過來 這幾年那個有沒有 我們在台北國際會議廳舉辦的 9月17號跟9月19號 9月17號跟布拉克來 對不對 9月19號艾森豪的孫女 來台灣頒發艾森豪和平獎給他 從軍事層面來講 取代台灣美國軍政府 轉型成台灣政府 你們這幾年看好 後一片我要講一個重點 我剛才講的 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 你們現在看 我剛才講的 台灣民政府要取代軍政府 轉型為台灣政府 你們看頭一片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好往下 好往下 民政府是不是 大日本帝國的架構 要取代軍 美國軍事政府 我是從金融層面來講的 這個要取代這個 要 就是說 有信託 我剛才有講過 民政府是不是 信託統治的關係 民政府要取代 美國軍政府 轉型成 這個文堂是非信託制的 也就是 他 由未成年 要取代這個 轉型成成年 有沒有 非信託制 你等大人 我之前有跟你講過 有沒有 這就是一個動作 為什麼 這兩位都是 愛申豪獎金的得主 好玩就是在這個地方 兩位都是 愛申豪獎金的得主 他用經濟層面 來解決 二次大戰台灣的問題 來 這台灣民政府有這隻 這個TCG 台灣民政府的執照 這個台灣政府 有沒有 我剛才講的 台灣民政府在取得 台灣美國軍政府 轉型 有沒有 民政府的執照 台灣政府的執照 你看那個歐巴馬 跟日本台中 競爭 向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三條 信用統治 有什麼 信用托付 有什麼 古金山和平條約三條 信用托付 有什麼 美日太平洋戰爭 我贏書嘛 所以 下也放棄台灣澎湖的 管轄權 是不是藉由信用托付 政府 基金會 本身這三個字 就有信用托付的 含義在內 他用金融層面來定義 那要幹嘛 轉型移交 我是用金融的方式來 基本法 你們現在的邱中 應該有基本法 台灣政府 但是 要轉型為台灣政府 應該沒那麼快 要很久很久 至少要十幾二十年 大家是這樣子 再給我五分鐘可以嗎 四分鐘 因為 可以嗎 台生 OK 我盡量講快一點 歷史的偶然跟必然 日本有一個對馬海峽 俄羅斯 那個時候 1905年 俄羅斯海戰跟日本海戰 對馬海峽 對馬海峽 現在 有什麼 有什麼是一對馬 馬英九跟歐巴馬 日本有一個對馬海峽 洪仲秋 我 230年 我去查他的資料 他的出生到過心 一天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簽約日 一天是 美國的國慶日 明明中太巧了 2013年 2013年9月8號 9月8號 9月8號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約日 9月8號 日本在取得 2020的奧林批克代表權 9月8號有紅色的日 2020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簽約日 就是 表示什麼 世界上其實知道一些日 二次大戰的問題 只是大家都沒有公開講出來 好啦 我這個講有些 我盡量跳得快 你們大家看一下就好 因為我今天講的影評 太久了 我們堅持法理就好 我們不要跟中國人有交叉 我盡量試那麼快 來 你們看 我沒有跟你講 理所當然對不對 黃民好意 你們有日本時 你們的祖先有日本時代 給這張文 你們要拜祥 啊 那個中國神社的圖片沒有去 你看中國人怎麼抬台灣人 黃民好意 我盡量說得快 想起黃民好意 啊 克恩總的他們老母說 那你們是誰 那你們從大陸來你們是誰 四台中國難民啊 對吧 這是蔣介石在日本的時候的名 對吧 他也有日本名 所以我們是日本人啊 他早去日本 也有日本名 不可能不記得自己是誰人 他接受中國媒體訪問 自己也在唱中國的國歌 勇士進行去 郝博春 但是他是中國人沒有錯啊 郝龍斌 台灣是被祖國遺棄的錯了 是因為戰爭而法定割浪的領土 他要說給中國人在那裡 讓他們送啦 知道嗎 近年 這個Daniel Russell有說啊 近年會處理啊 近年會處理 有沒有 2月28號是沒控告了 對不對 這有比較輕 這我不要說 時間也要搞啊 民治憲法 這要看美國跟日本天皇怎麼談啊 我不講了 你看看 中華民國總統府 廢止國防部參謀什麼條例 廢止領事館組織條例 一個中華民國總統是主導國防跟外交 所以他自費武功嘛 他練金庸小說的葵花寶典嘛 對不對 他跟你們講啊 我已經不是總統了 這要不要說 好 我講一下 謝謝你